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歡迎來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麼在星期一的時候,我們發布了全新的GNN是介紹羅伊這張大獎 欸,大家看完之後覺得還不錯 但事實上,它有更多的缺點,是我在那部影片沒有講到的 所以今天想說,那我就來把羅伊張卡片介紹得更完整一點 我們將會針對它的五大缺點去做詳細的介紹 所以看完這部影片,你將會比較了解羅伊這張卡片到底在幹嘛 以及它要怎麼玩,才會變得更強了 所以,大家如果說還喜歡這種精緻的影片的話 不用了,給我們影片按個喜歡 那我們就會更有動力,製作這種精緻的分析影片給大家唷 好不如說,直接進入今天的分析吧,GO! 好那麼首先我覺得五大問題中最重要 也是最麻煩的問題就是,進消火的這部份 那如果說是手消進火還好我可以疊豬 但是如果說那種連火珠都進消的話 對於羅伊來講是非常傷的 原因就在於它的隊長技能 如果說你沒有消除到火珠的話 你的隊長倍率單邊就直接減少2.2倍了 在編制招更是直接減少2.8倍 那麼走的來的減少倍率是來到了雙隊長4.8倍 那編制招是6倍的一個減傷幅度 所以事實上不消火珠對這隊來講 第一個影響到的就是它的隊長倍率會降低 第二個當然是,這隊在隊伍技能以及隊長技能 是完全沒有給到兼具符石的效果 所以也就意味著假設你卡火珠或是你完全沒辦法消火珠的情況下 你勢必就只能靠其他主動技能來解決這個傷害的部分 不然你就完全沒辦法發動攻擊了 所以對這隊來講在競消火珠的情況下 那你只能靠開兼具符石這種主動技能來解決 那目前它自己本身在合體就可以直接帶有這種整版兼具火符石效果 更甚至它這次的專武修屍 它也可以把你轉出大量的新珠 也讓這些新珠兼具的火符石效果 所以這種兼具符石的火人類成員就成為了全新卡片的一個好用成員之一 所以總結呢,這一隊其實所要解決的是 它卡火珠的這個問題或競消火這個問題 一旦有了火珠你才能有更好的傷害發揮 那卡火珠的情況我覺得是比較有機會解決啦 因為一來是它卡火珠的話你也可以靠它主動技能一直瘋狂炸板 其實也可以幫你整理版面 更甚至說還有可以帶這種兼具符石或是三太子這種 一直瘋狂幫你轉火珠的角色也可以解決 所以卡火珠這個問題是比較偏小的 比較重要是競消火 那你只能靠兼具符石去做解決 對,所以其實兼具符石在這隊的效益是非常非常大的喔 不過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啊 那它還競消水珠是怎麼回事 好這邊來看一下它的隊長技能 它隊長技能寫說手批消水的時候 那這張卡片就減少80%的傷害 欸等等,它寫的是這張卡片 這張卡片是合體前的形態 所以如果說你要解決這種手批消水會減傷的毛病的話 其實你直接合體之後就沒什麼問題啦 所以這個問題,競消水珠這個問題 比競消火珠還來的小上許多了 紅豆們緊接著是第二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常常有人說這一隊也太綁定了吧 你一定要全火人才玩得起來這一隊 但事實上是這一隊沒有任何的硬限制啊 你仔細看一下它的隊長技能 完全沒有提到說我一定要帶全火人 我才會有完整的倍率 這邊寫的是,如果你帶上全火人的話 你會吃到完整的倍率437倍 但是如果說你的隊員他不是人族的話 他是火屬性 他一樣有240倍的雙隊長倍率加成啊 跟甚至如果說你是人類的話 在這邊有寫喔 他還是有1.4×1.3 也就是1.82的攻擊力三維加成 所以事實上並不是說你借卡不行 這隊是完全可以借卡的 而且搭配上他合體的隊伍特性 反而還能夠借卡也是沒問題的 這個我們後面再談 但事實上我們這邊就要來看的是 如果你今天要借卡的話 那借哪一個屬性哪一個種族 會是比較好的話 那我個人會先推薦 你是先借人會是比較好 因為你借人的話 是不會影響到整隊的生命力的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邊隊長技能 對於隊伍的生命力加成 就是來自於一定是人類 他才有吃到生命力加成 所以如果說你借非人的話 你就等於是一定要犧牲掉你的生命力加成了 那這個雙隊長生命力加成是1.82倍 還算是蠻多的 所以你可以帶火屬性非人的隊員選擇 但你犧牲掉是你的血量 如果你覺得這個隊員帶的是 值得你去犧牲這個血量的話 那就可以值得帶 那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關卡比較對於血量沒有那麼要求的話 事實上你也可以多帶一點火屬性 他還是會有一定的傷害加成的喔 所以事實上這隊的結論就是 他整隊其實沒有任何的硬性限制 你要借卡真的非常可以 甚至你借單張卡片他是非火非人的種族卡片的話 也是可以的 但他就是完全吃不到任何的隊伍技能 其他卡片還是吃得到的 那再來是這張 如果說你要借 借種族借卡的話 那我會推薦你喔 先以人為主 這樣就讓你血量至少不會變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那你就往火屬性去借 那真的再最沒辦法的話 就是考慮其他的屬性種族也是可以的 那就注意關卡的相關限制就可以了 好那為什麼這一對是適合借卡的呢 原因就在於合體的系統 剛才有提到 合體其實讓這對借卡完全沒問題的 因為他把傷害集中在合體這張卡片身上 我們來看一下合體過後的這張卡片 主代的這張效益有多扯好了 首先是合體之後他的三維暴增 好這張卡片單一張喔 他的攻擊力就來到五千多了喔 五千多有多扯 你看這鬼人是之前的合體卡 那這已經是魔族的不死系列了 他的攻擊也才五千零四 甚至比這張雙人類合體還要來的低耶 等一下 魔族的攻擊比人類還低 這是什麼崩壞的攻擊力加成 那更正是說他的攻擊力也是直接追上 快追上了這個日月狼的攻擊力喔 所以你會發現到這一對 他的那個兩張合體的攻擊力 說實話他的真的是破格的一個存在喔 更正是說血量回復力是直接屌打 這個之前的不死合體系列 所以這張當合體他的三維 是確定真的很扯的 所以我們就有這樣子的玩法啦 那如果說你在合體之後 除了你的三維會變扯之外 他隊長技能也會上升 這邊有看一看 他隊長技能也會從原本六倍變成6.5倍 然後整體的攻擊力也都加成了 所以事實上這隊如果你要搶的話 是一定要玩合體的喔 合體差太多了 然後合體我們來看一下官方實戰的影片喔 這邊是打到極限爆發的三億單張 三億單張這邊 你可以發現他的傷害 如果一張帶一張三億的話 我可以帶一些讓他的傷害在網上提升的卡片喔 比如說像是這個禮拜即將推出的 達爾文 達爾西 對達爾西 然後他那個 他可以讓雙隊長 直接追打4到8次的傷害 我們就算最低最低4倍的增傷好了 那你單張三億 那就等於是變成單張12億以上的爆發了 更別說 你單張木印度這種借卡的角色 那都可以讓我們 這個隊長的傷害真的是極限爆發 假設我們一個位置放達爾文西好了 那剩下兩個位置 剩下兩個位置是不是你就可以去借其他的屬性種族卡片了 所以這就為什麼 這個新的卡片 好像也非常適合去借卡 原因就是這邊 因為他玩一個擊傷與雙隊長的部分 讓你更有空間去借卡 傷害部分是完全不用擔心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可以總結出一個懶懶懶懶懶人包 如果說你要玩新的卡片 你一定要合體 那強度真的差太多了 換句話說就是一定要逼你抽 這張小獎麗莎啦 但是 假設我今天很叛逆 我就是不想要合體 那究竟會差多少呢 首先是雙隊長的倍率就會有所差別囉 那原本在沒有變身之前 雙隊長只有294倍的倍率 要注意這個倍率 就是單張卡片的三尾 那你看到這邊 他其實有個隊伍特性啦 是最左方的這一張羅伊 是可以直接加基礎攻擊力的 那頂多也只來到單張3200的攻擊力喔 這邊合體過的單張 可是有5000以上的超高規格攻擊力 那你會說 這是兩張加起來才有這個攻擊啊 那我不會帶一張3000的 然後另外一張2000的攻擊力 這樣就可以追上了嗎 你說的沒錯 但事實上為什麼要走這個合體體系呢 這其實也是扣緊到我們 之前這邊講的 如果你要借卡的話 你一定要帶合體 你才有空間去借卡啊 那你才能把傷害集中在隊長上面 去有更好的爆發 所以事實上這個合體 所代表的並不僅僅只是 整體的傷害提升 更甚至它會讓你更有空間去借卡 所以這隊如果不玩合體的話 事實上強度就會低上超級多的 好那麼接著來到第三個最嚴重的問題 那遇到高康盾到底要怎麼解決呢 我們可以從這個隊伍技能發現 它是完全沒有給到任何的combo加成的 所以事實上你要對於高康的話 你只能祈求天降 不然科學一點就是靠主動技能方式去解決啊 那目前有兩個比較能夠借到卡片 而且好用的 第一個是眼球 眼球它除了可以直接無腦高康之外 它還可以搭配變身當下 我們有一個兼具符石的效果 那也可以讓整隊打出極限爆發 所以眼球是第一推薦的 而且火屬性剛才有看到嗎 這邊其實是有一個基礎倍率的喔 所以它其實火屬性也是本身會有傷害的 再來第二個的話 那平民硬電的選擇你可以帶上下馬西 它更甚至可以解五屬盾 其實眼球也可以解 所以眼球算是低頭的 沒有眼球在考慮下馬西 你會發現到這邊也點出了這隊的問題 這隊對於高康盾通常是要借卡 不然就等待蛇魔喔 推出一個火人可以直接解高康盾的角色卡 所以這隊在現階段來講 它會非常常用到借卡的這個功能 也就扣緊到我們剛才講的 所以你一定要變身 才會讓你更有空間去做借卡的部分 好那麼既然講到了轉租時間 這邊就來教大家如何延長轉租時間 還有請注意喔 這一隊是隊長技能 隊伍技能是完全沒有給任何的轉租加成喔 那這邊只能靠武裝龍科來增加基礎的延長 這是每回合都會加的 那目前比較常用的大概就是這五顆的武裝龍科喔 你會發現到如果說是火人的話 這邊只有一灰以及三太子 以及這個蛋糕龍科 那如果把這三顆給帶上的話 是加2.5秒的轉租時間 也帶到了整隊7.5秒的轉租時間 這已經是算是還夠了啦 那再來的話如果你要在網 轉租時間在網上的話 或許你可以考慮機械化的主法 尤其是劍齒虎喔 這種在放在合體旁邊 更是可以直接增加 那個傷害蠻多的 所以這個機械化也是可以考慮的 其中之一選項 甚至你也可以帶馬修 馬修對於整隊來講 我們剛剛有提到這邊 如果說你帶人類的話 它事實上是可以讓整隊的生命力 以及回復力是維持跟你全火人一樣的水準的喔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個馬修 它本身也可以讓回復力 也有額外的1.5倍加成 那它本身也有加血量 所以事實上馬修對這隊來講 我認為是一張非常好的卡片 它還可以直接必然增加1秒轉租 但如果說你提到要真的極限延長的話 你就要開上一些主動技能來直接延長啦 像是最好用的當然就是 聖誕老人一樣是火人的種族啦 那它會放有15秒的排出 只在面對1515盾或是需要排出解決盾牌 都是十分好用的 好那麼來到最後一個問題 回血 我覺得回血最大問題來自於它變身前的回血量明顯不足 好我們從官方的實在影片中看到 它回了兩組星加上三組火 請注意在變身前火只有兼具50%新衣服的效果 所以這邊就等於只消到了3.5組的一個回血珠子 那也才回到4.9萬 假設我今天只有一組星一組火這種 那就完全無法回滿血量了 所以在這邊變身之前的回血量是明顯的不足的喔 那這邊有解決方式 當然第一個就是你變身嘛 你變身之後 哇那火兼具百分之百星 那就直接完全回滿血沒有問題了 第二個解決方式是你可以帶上馬修 基礎的1.5倍回復力加成 讓你在變身之前也是完全回血回滿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解決方式 當然就是你多帶一些轉星珠轉火珠的角色 比如說像比斯吉這種 你就可以直接瘋狂的回血 所以事實上回血不足的這個問題我覺得不大 有蠻多解決方式的 最大的問題來自於回復力歸零 因為這隊他其實是只有靠回復力來回血了 我認為你用火珠或星珠來回血都是 那面對那種回復力歸零的關卡 像是項羽他可能可以靠爐光珠來直接回血 但是這隊就完全無法了 所以這算是這隊的致命傷之一了 所以在回血方面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好的那麼這邊就幫大家介紹完這主要的五大缺點 那相信還有很多可能我還沒有注意到的小細節 大家都可以在下面幫我補充 最後我馬上來一個結論 我覺得這一張卡片不能說是一張很完美的卡片 畢竟我們剛有挑出一些致命的缺點來 所以我會說這張卡片有缺點存在 但我們也不能去否定他能夠通關的能力 至於對於純火隊來講他的確就是目前最暴力的對照 所以你要解成就你還是得用上他 所以我也覺得說這張卡片是可以用 也是值得練起來的 但是沒有到那種你沒入手就會非常後悔的神卡等級 所以這張卡片我會把它總結歸在一線強度的隊長 但他還是有他仍然沒辦法通關的關卡存在 對那我覺得比較值得去關注的反正是他當隊員的價值 剛有提到說他是合體之後很變態 除了他本身的三維爆棚 他主動技能也是幫自己加攻擊力 甚至在合體當下也會有整版兼具福的效果 這個搭上眼球就會變得一個非常好的搭配 所以對於純火隊來講這個合體就變成了非常暴力的隊員的選項之一了 並且假設之後如果像一開始三藏那種感覺呢 一開始三藏是你必須帶合體那整隊的傷害才能玩起來 因為他會共鳴最高攻擊力的單張卡片 如果之後出了一個三藏特性的火隊隊長呢 那這張卡片作為隊員的存在是不是價值就水漲船高了 所以事實上這隊當隊員的價值我覺得也是一個值得去關注的點 並且在火的合體方面他仍然是其中的佼佼者 所以這張卡片我覺得還是蠻值得入手的 畢竟就是這個合作結束之後這張卡片就成為絕版了 你也不可能再再度拿到了 所以就目前來講總結還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張卡片喔 好的那麼今天分析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落了 那小小的跟大家說一個消息 聽說嘎明老師說這一張卡片 僅僅只是這次三大獎中最弱的 如果說最弱都做到這種強度的話 那我還更期待本週是官方釋出更多大獎的消息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期待的話 別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亦有全新的卡片分析 就會第一行的寄通知給你在雷開之前 也別忘了給這部影片按上一個喜歡 讓我們更用動力製作精緻的影片給大家 那就話不多說 我們就星期四的GNN分析再見囉 大家晚安 掰掰